别别别 你懒我 你别懒我 你干什么呀 爸 你听我说 爸 你得听话 你就长大了 是这样的啊 这个事呢 现在已经发生了质变 包的婚事 已经没得商量了 你呢 把你存在你妈那儿的钱 全都拿出来 算是我 你妈 还有你弟弟跟你借着 到时候 我们一家人 一分不少地还给你 爸 你刚才说 你们 你们一家人 朝我借的 那我就想知道 那到时候怎么还呀 借多少时间呀 是分期付呢 还是全款还我 关雨晴 你这下有点过了吧 你这当女儿 你还想做爸的战主啊 你太腻无了问题 别别别 雨晴 你也体谅体谅家里 昨天庆姐提出来了 要是没有房结婚 那就得给人家做上门女婿 我关永年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丢不起这个人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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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不好 咱也别吵了 这样 你要不肯租这钱 行 那这房子 就是县城的房子 装修装修 一切从简 我就在这儿接了得了 爸 请我没事 爸 雨晴 你看了你弟弟 多懂事啊 但是我有一点 就是媳妇跟公婆 住一企业就算了 在家一大姑子 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啊 就我的意思是 姐 你能不能就搬出去 可以啊 只要你在这里结婚 那你就搬出去啊 你这下太伟大 那我再提一个要求啊 这边你看你能不能把 你那房产证上的文字 给拿掉 学费的事我肯定吃亏了 对吧 现在只要你把名字拿掉 那咱俩就从此一笔勾销 行不行 你就当宋弟弟一个结婚大礼 行不行 能不能不要动不动 就说什么学费的事 该还的我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啊 现在我们先说这房子的事 把我的名字先拿出去 对吧 接下来再把爸妈的名字 也拿出去 试试这个流程吧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没你那么有心眼啊 你干嘛呢 你防贼呢你 我就防你呢 我告诉你 我可以从这个家搬走 没问题 但是把我的名字划出去 不可能 爸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好 从买戒指开始 我就一让再让 可是他从来就没想让我好过 行了 爸 以后要生了孙子 万一姓李不姓关 这事不怪我 老儿 我胡说什么了你 他夸了你懂事 我就是他一种事 你行了 行了 别别别 你别拦我 你别拦我 你干什么呀 爸 你听我说 爸 你得听话 你都长大了 别拦我 听话包 您别拦我了 别犯魂 我告诉你 您拦我 您拦不住 咱有话好好说 胡一口 我给你姐好好商量 不行 我今天下定了决心 我就是要走出这个家门 下什么决心你 谁呀 老官 开开门 我是小崔 来了来了 好 崔主任 您怎么来了 老官 这家里怎么闹哄哄的 正巧 淳阳街道的金牌调解员 就在剧委会上课 顺便来给你们上上课 关小宁 崔主任 其实我们家没什么矛盾 用不着调解 您去上别的家去吧 老官 家家有本男人的精 有矛盾 我觉得 这不丢人 把道理说通了 讲开了就好了 是啊是啊 那个徐老师 你跟老官沟通沟通啊 我还去别的家看看 忙着呢 好好好 你去你去 您别走 崔主任 老伙子 我觉得你的委屈 是最大的 跟阿姨聊聊 阿姨好 阿姨你里边请你来 好 我跟您细细道理吧 好 好 不 阿姨 请坐 阿姨 这边坐 阿姨您渴吧 阿姨您看啊 当年上大学 我就已经为我二姐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现在呢 轮到我结婚了 我需要她帮忙了 她翻脸不认人了 您就帮我评评理 您说这事到底谁对谁错 关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结婚这么大的事 他不帮忙 不帮 那还是亲姐弟吗 听听 听听 专家的眼睛 雪亮的 雪雪亮亮的 我觉得 不仅是现在帮忙 今后 娶妻 生子 生活 工作 什么赞养老人 她都得帮 阿姨 这些我都不敢要求 她只要把房子的事 答应 那我都谢天谢地了 不过这个话说回来了 你人生这些大事 她都帮你做了 那还要你干吗 你整天混日子 一事无成 丢不丢脸呢 孝敬不了老人 你丢不丢脸 有点事 这出去跟人家借钱 你丢不丢脸 啃父母 啃姐姐 全家人放不过 你丢不丢脸 爸 伪专家 你来批批评一下 来 来 那个 我们家孩子还小呢 那不能代表 说以后她就没有作为 现在她姐姐 也就是临时帮下忙 那 那给她机会啊 关永连啊 你的问题最严重了 咱们待会儿再说 我先说说你二姐 她二姐 关雨晴 你见我吗 对 叫你 过来 你坐下 我觉得啊 你不能翻脸不认人 是是是是 你的职业很好 工资收入也很高 但是你在这一家里 你不能够说大搞一言堂啊 那么强势啊 是吧 你不能眼里没有家里的人呢 对吧 你这是不对的 关家妈妈 我再说说您啊 我觉得教育孩子吧 就像种树 你要长修长俭 才能绿树成荫 您说对吧 我跟您分享一下 我的经验啊 我呢是用整个生命 去对待我儿子 我是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 对我儿子的学业 生活 思想 感情 我全都要抓 我全都要了解 我全都把关 这么跟您说吧 我儿子现在非常地优秀 他让我做母亲很骄傲啊 关家妈妈呀 是这样啊 我做调节工作呢 向来是直来直去 说我直言 我觉得您这个母亲 不负责任 真的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这个阿姨 您刚才说震雷 还是说我的部分 我觉得也有 那么一点道理啊 我也会努力地去改正 但是 我的母亲 在这个家里做了什么 我们当儿女的很清楚 作为女儿 不允许任何人去诋毁她 还有您刚才说 您用整个生命 去对待儿子 全身心的投入和奉献 我很质疑 您的儿子 难道不会窒息吗 这就是你们的家教 这就是你们的家教 长辈说话你随意插嘴 我姑且不济 好 还回到我儿子的话题 我儿子从小学就是学霸 读博士仍然是学霸 还到了工作单位 他的专业非常地霸气 领导非常重视 试试说话呀 那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可以 你说吧 我觉得学历和职务 不代表素养和品质 您最好呀 还是少管一些我们家的事 多关心关心您儿子的 心理状况 他压力这么大 容易掉头发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您哪 还是先管好 您自个儿的儿子吧 我老婆和闺女 什么时候轮到您教训呢 还有儿子 对呀 还有我儿子 是吗 对不起 我们家不欢迎你 您请吧 你欢迎不欢迎是你的问题 我做不做工作是我的问题 您不是我们请来的 是 不是 但是街道请我过来 这一次你上家来 是 儿子 你来了 看见了吗 这就是我儿子 调节完了吗 这是你妈 没事吧 这家人的素质啊简直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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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话注意一点啊 走了吗 什么谁素质 怎么了 他们家不是一天两天 能解决的 对不起啊 打扰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素质教育的结果 慢走 不送 有空别来啊 好了 好了 什么人哪 我跟你说 就是因为我看不上他儿子 今天特意上门打击报复来吧 爸 你之前跟这个阿姨认识啊 上回人民共同乡相亲大会 见过一回 好家伙 就那一大会 整个就看他一日子了 瞧他可劲 就是吹他儿子 推荐他儿子 我把话撂哪儿 谁家闺女要是 嫁给他们家了 那可倒了血霉了 咱不学他啊 他有儿子 我还有儿子呢 好 好 爸不生气了 不生气 不生气了 爸一直觉得 这就是好孩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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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